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段的馬圈花生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一些最新的馬圈消息 剛剛我本身是做完這個賽後的檢討 看看今天的賽事 做一些心碎的總結 然後就開一份South Trialmoying Post的網絡版來看 我發現到一個最新的消息就是關於黃浩南 我早陣子還在群組問一下有沒有黃浩南的消息 因為他自從1月1號的時候騎馬傷了之後 其實就很久很久都沒有什麼音訊 結果就在South Trialmoying Post的一個訪問裡面 訪問了黃浩南 也都證實了他的傷勢比較嚴重 所以就在今季之內也不會再上陣了 換言之這裡所說的Season Over for Jack Wong 就是說今季因為傷患太重了 所以就不能夠上陣 那一眼加上我也想說一下他的傷勢是如何 還有有時候看到這些華賬騎士 或者不要說什麼華賬騎士 看到一些因為墮馬受傷 而之後騎馬的生涯受到很大影響的騎士 我自己看到真的有點心酸 那一眼加上我再說一說 另外就想說一下嘉莉的狀況 因為嘉莉剛剛就出現了 他自己也說計劃了一個日期會是上陣的 待會也會說一說 如果大家滿意這條片 或者喜歡我的節目 都可以給個like 支持一下 很感謝大家的收看 首先想說一下黃浩南 黃浩南今年年初 1月1日騎完膽大威晚 說手腕是受傷的 所以就沒有再上陣 這一次應該是舊患復發來的 因為他騎馬6年是墮過3次馬 第一次就是2016年 騎了一隻飛黃騰達在跑馬地墮馬 弄到左腳是骨裂 腳硬骨裂 另外一次就是在17年第9場騎家福 也是受傷的 另外一次 還有一次是2020年 騎了一隻神奇大帝 就是弄到左腳又是左腳 還有勒骨 是骨裂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這三次 有錯的話希望大家糾正 也說真不好意思 都真的很慘 騎馬6年當我三次馬 這裏就 說 他的手腕 是證實了 印帶是骨裂的 印帶是撕裂的 印帶撕裂 所以手腕印帶撕裂 令到他是要做手術的 做手術 其實這裏 根據我的理解 他應該是做手術的 但是醫生跟他說 要休息六個月 做一些物理治療和康復 他說 如果 他繼續騎的話 是會令到他的 傷勢 惡化 很容易惡化 所以他一定是 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是要做這個手術和休息六個月的 換言之很簡單就是 1月的時候受傷 6個月之後也是休息的 所以 不能夠上陣 金櫃 金櫃本身是未贏馬的 騎了80多次 未贏馬 這裏再說 他在本身 他在本身上年的時候 他已經收到馬會的董事 發牌小組的 警告 就是 他的拆騎表現 在上季 就是 未如理想 如果在今季 不能夠有一個很大程度的改善 他又未必會有 自由生的騎士牌照 所以因為這個的緣故 他擔心自己 下年是沒有牌 下年是沒有牌 因為董事不會發牌給他 所以他這裏 很擔心 亦都是希望 那班的董事 可以 體諒他的處境 理解他的處境 然後 是可以繼續 令到他 可以拿到牌 那這裏 他又說自己是無意 自己是無意 去 掛虛的 他還想 回到馬場道 去騎馬 但現在他很擔心 因為上年有一個警告 如果贏不夠頭馬 他又未必會拿到牌 今年他還未拿到頭馬 其他19次還未拿到頭馬 但他今年 有一隻馬 天生一對 是第二 你說就說他今年未拿到頭馬 其實是時間的問題 他今季有一些馬 都是發揮得很好的 那這裏就是 主要是說 他不能夠有100%的信心 可以拿到牌 所以他現在可以做的事 就是 繼續 去做這個 物理治療 以及 去做多一些 體能的 運動 希望 可以在 下年 繼續上陣 他自己預計自己 本身 會在 6月尾 到7月初 可以去騎馬 初頭應該都是 在神操 操馬 然後 預計 在7月尾 可以正式 神操 這裏 他也特別 提到 a little bit earlier than most of the other 就是他在這裏提到 其實 會比其他騎士 去操馬 其實 你看到他在話語中 他擔心自己的 拿不拿到牌 然後希望 馬會是可以體諒他的處境 去到他自己本身現在做完手術之後 他是不斷在操控自己的體能 還有做物理治療 希望自己可以快些康復 而沒有 去掛鄉 那見到這件事就是 他是很想去騎馬 我覺得 什麼都不可以輸的時候 你的信心 或者自己 的心態和鬥志 是不可以輸的 這一點我很欣賞的 作為一個 受傷的騎士 因為我自己 之前也試過 是扭傷腳的 打球的時候 但是 我也是 很想打球 所以於是 做物理治療 我自己也是 康復得到 我覺得這個 鬥心 不要理會他贏多少場馬 但是他這麼想騎馬的時候 我覺得 值得欣賞 還有 大家可以留意 買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本身覺得 王浩南騎馬 我可能有一點點思心 我覺得騎馬不會比王俊 是比王俊 尤其是 以前 我記得他還在 10磅子的時候放頭 有時候會走快了 急了 但今季看到天沙隊 或者以前 我中過的馬 譬如說天賜寶 我記得我買過他中的 他無論在早段的流放是好多的 譬如說天沙隊 今季差點贏的那一場 其實早段的 操控得很好 然後末段鬥下去 他仍是 撥得低 旺爭的 不是很撥得低 但是他仍是撥得低 還有他的左手邊 我們最喜歡他的 左手邊 連環邊打下去 其實是 挺硬的 包括之前我中過一隻 街運來 買過他 幾十倍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騎士不是說不能騎 他是騎得的騎士 只是 又是跟之前的騎士 黃俊 黎海榮一樣 因為傷患影響得他很重要 另外他不是說很多實力馬騎 雪上加霜 我自己覺得其實 馬匯應該給他一個機會 更何況 黎海榮 也試過當馬受傷 然後 他整季沒有騎過馬 也沒有贏過馬 但是馬匯到現在 可以繼續發牌 更何況 黃浩南是一個 其實 一來 騎得的騎士 我覺得他不是那麼差 而是本身 他自己 也是因為傷患而 是不能騎馬 應該有一個著情權 應該繼續給他牌 我希望是有 我相信應該是會有的 根據之前黎海榮的個案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再說多一點 黃浩南 其實 15年 開始是做建築生 到現在 約6年左右 拆騎生涯很短 他16歲入 建築學校 這個騎士學校 然後 22歲才回來香港騎馬 訓練了6年 連海外實習 你沒有理由 你花那麼多資源 馬匯花那麼多資源的同事 騎士花那麼多心機時間去做騎士 你沒有理由因為人家傷了 然後你就不發牌給他 所以我覺得馬匯是會繼續發牌給他 最重要就是自己本身的心態 還有 康復進度是良好的話 盡快 沒事出發跑 最重要的 所以 其實就是 行船跑馬山分田 騎士是一個都很高危的職業 雖然說是工資也不錯 但是有時候 都挺心酸的 比如說近年就是安國倫 在香港出了市之後 就是 坦了整個人 幸好就是現在他在 外地澳洲那邊是做 賽馬的行業就是平馬 做平馬人 都做得不錯的 想要就是 可以做回自己喜歡的 相關的工作 還有可以有一個新的出發 雖然 都是心酸的 只不過就是 起碼是 都健康的 還有是開心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這樣希望他都 可以是 活得 自在 是的 所以 再說一件事就是 有時候 我見到有些人 輸 罵騎士 你真的遲早墮馬 或者你快點墮馬 一例 幫自己織回口德 二例就是 人家出的市場好過嗎 說這些說話 我覺得是一些很惡毒的說話 另外 一個 之前墮過馬的騎士就是 阿加利 他自己本身 已經是全康復了 現在就是 會是 操碼 上個星期六已經是出發來操馬 自己本身就是對自己的體能和康復進度也是很滿意 所以就是會 繼續騎馬 最快出來應該是4月10日 估計自己會在4月10日出發 但是 希望他到時候 都可以 爭取到部分的座騎 因為我對 他自己本身 拿到實力馬的機會不是太過樂觀 因為 他最大的支持可能是 賀賢 和 希思 但是本身 現在用的人入面 希思和 賀賢也有用一些不少的 譬如霍雲星 或者是一些 話長 所以 對他來說 差10日坐騎是越來越困難 希望他都OK 好了 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滿意這條片 可以給一個like 至於下期再和大家聊